那麼當老師呢您已經加入這個OneNote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您進入之後呢 在這邊應該預設會進到就是個人的學習中心 那麼我們的群組呢就在這個裡面 在這裡 在這邊 我已經有開放了 所以其實您可以像這樣點進來就看到 那群組呢也可以不開放 就跟我們學校數位學習平台一樣 你可以選擇開放或不開放 那如果您是屬於不開放的 它這邊可以產生一個叫做群組代碼 群組有點類似我們就是班級的那個概念 所以如果您只要給它這個代碼 它也可以透過加入的方式產生 那麼您可以從這邊在這個點一下 它就可以產生產生這個代碼 那當然如果您不希望人家知道這代碼就有空就進來一下的話 您也可以重設或者直接就清掉 也就是我已經通通罵進來之後 如果門就關起來 外面就不讓人家再進來 也是可以的 所以您可以自行選擇 那您進來之後呢 我看一下 這邊應該這個應該有 如果上課的氣氛可以這樣子是不是很好 我會我會現在都是 我不會我會不要叫我 那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一個教育電台的廣播啦 這個中午時段的 那我是覺得說其實如果我們能夠讓課堂的氣氛比較活潛 其實老師上課也比較輕鬆 就覺得說 至少講的同學有在聽 不會覺得好像丟下去 連那個 聯誼都沒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您進到這邊之後 首先通常我會 請同學呢 就是先更新一下他的這個帳號的資訊 您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剛剛老師 您可能要先加入我這個群組 加入群組之後呢 像我在成員這邊 我就可以看到有哪些人 有 加上 加到我們班級裡面 那但是呢 有的人可能 他如果比如說他是用Facebook 或 那個 群組 那個什麼Google的 那也許是用英文的 那這個也許老師這樣我們就不知道那是誰嘛 所以 他 通常我就請他來這邊 按一下這裡 在您的右上角這邊 他有一個叫做 編輯個人資訊 那可以從這邊 其實這就是您剛剛註冊的時候寫的 就在這邊你就可以請他寫進來 寫進來正確的 那這樣的話 我們 比較容易去辨識同學 像 這裡 我們在這邊 比如說 現在呢 所有的課程我都是 用OneNote來做替代 因為其實 除了我們學校自己有數位學平台 可能我去別的地方 不見得有數位學平台這樣的一個 系統 那就需要別的 比如說像我昨天是去南投高商 那他們學校就沒有 或者新竹高商的 他們沒有 那這個時候我就必須要 用這樣方式會比較方便 那最重要是說 其實 老師我們 現在今天介紹這個OneNote 跟我們數位學平台最大不同在哪裡 在於就是說 我們可以比較知道說同學閱讀的情形 就 大家彼此互動的情形 比如說 我們看這個動態視覺好了 那像 每一堂裡面 比如說像我最近上到這一堂 我可以知道說 同學 每一個的閱讀情形 每一篇的閱讀情形 其實我們數位學平台不會 也可以啦 只是 你要比較辛苦一點 目前版本 學校目前版本 你要比較辛苦 一個一個 同學點進去看 雖然你可以用 但是 應該老師沒那麼困難 只有在期中期末的時候 我會去看一下 這個同學到底有沒有進來過 有沒有看過教材 這樣子 可是 這樣互動還是比較少 那 像這個 這樣看過之後 還有一些 測驗體的部分 比如說 我可能看到他 我就知道說他大概學習的時間 怎麼都進來的 那 如果有測驗體的 等一下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測驗體的部分 怎麼 去 跟同學做更多的一些 互動的情形 所以 可能要麻煩老師 您先進到我們這個群組裡面 好 現在這個群組裡面 然後你可以按加入 他應該在 各位的右上角這邊有一個 可以加入群組 有沒有 我先等老師一下 等老師一下 您先把它加進去 等一下呢 我們就可以進到 我們的任務裡面來 就可以一起來學習